什么?又遇见情侣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鸡炮小金鸡 不能说这是本赛季超金胜率最高的玩法 但绝对可以说得上是 这是本赛季所有英雄里面最快乐的玩法 不过这个米老鼠他不去清线去对面野区干什么 啊,出黄刀繁野 黄刀繁野 我们都知道黄刀的惩戒线是1000 抢不过普通打野刀的 那里原放王的这是新套路吗? 不过他既然进的是对面篮区 那我们切完线就可以直接过去支援 开启机跑把将子牙打至残血 他闪先跑了 但是被孙兵一发普攻拿下一血 那达摩一看 孙兵你敢打我CP? 我先杀李原放 这李原放爷怪没反着把自己反没吧 我也不知道米老鼠为什么要这样 买个黄刀就直奔对面篮区 啊,我明白了 他是觉得生活太枯燥了 想开个一集团 对面前期太弱势了 就光看打野 不能说公本打不过老虎吧 只能说是他跟老虎一九开吧 那这样不就好起来了吗 完了,马子哥来了 大家都是在一起跑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 不过这波我们还是打赢了 老虎拿了一个三杀 最后撕血叫了个盾 没有被烫死 真是一个会玩的老虎啊 好久都没有遇到过这样 他不会要吃了我的药再回家吧 应该不会吧 老虎有吸血 他吃口药刷点眼区 血量就回满了 你 你真回家呀 那么观众朋友们 又到了扣1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遇到过这样 吃完药再回家的队友 请把1给我扣爆好吗 那你说对面要是有个卤斑 还说得过去 但是对面又没有卤斑 啊,我明白了 老虎他知道 抢药金的被动是血量越低 伤害越高 他把我的药吃了 就是为了让我可以有 更高的伤害击杀达摩 真是一个会玩的老虎啊 好家伙 铁根你判断的 就是全靠脑补啊 别管这么多了 开剧两分钟 对面的情侣 一个接一个的回家 我充实而欣慰 抢药金打达摩的话 注意不要被他踢到就好了 飞龙在天 平A 二技能 配合助脚量 极限拿下双杀 诶,你这解说 怎么听得有点耳熟啊 这个凡野是 陈奥金的基本素养嘛 就算不带成绩 对面也去刷新 也要帮助对面拿了 工本本来就是弱势打野 你再不帮帮他 他那么大的野区 怎么刷得过来嘛 达摩这个英雄 他二技能给敌人破甲 放技能给自己加护甲 放完技能后的普攻 还能回血 打我们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跟光头打不能硬钢的 只能第一波消耗 第二波单杀 没血了就跑 等下一个大招 小金金的大招 前期27、8秒 看着长其实并不长 因为你大招开启的瞬间 他就会进入冷却 但是你会持续回血 等你回血结束的时候 大招已经冷却了好几秒了 这达摩肯定没想到 我们的第二个大招已经好了 调整身位不让他上墙 他肯定打不过我们 脚伤也跑不掉 送他回家 不行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达摩 我爱你 昂得在天上待了半天 累死我了 先休息一下 达摩 你愿意接受我 不接受我就算了 你还是伤害我 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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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他回家 行了 达摩现在应该算是崩了 那我 奖励自己一只允中军 不过分吧 有机跑在 对面没有能留住我的英雄 直接过去卡线 老虎和猪脚量都包过来了 达摩他又是死亡倒计时 就达摩现在这个经济 他就算一脚上前两个 也换不掉谁 看着一位年轻的编路青年 渐渐丧失游戏体验 我充实而欣慰 哎 线上的乐趣 就是要建立在 对线英雄的不快乐之上 你说是不是要公本 妈的老子也不快乐 怎么说呢 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无敌了 我中东 右边腿 走四拳 很快啊 马自哥你不讲武德啊 对着我的屁股一顿乱捅 你这样我可要欺负你们家的队友了 但是我不一样 我 讲武德 就像这个嬴政 他被沉默了 我先开启个大招 然后给他说一声抱歉 再送他回家 希望马自哥跟我学一学 江念武德 不要成为下一个马大师 我玩陈老金的时候 还是主堆减CD的 因为陈老金他血量越低 伤害越高嘛 我觉得这才是他的伤害来源 攻击装只选择一个暗影战斧 可以提供15%的减CD 剩下全部出入 这套出装主要是快乐 这边也是成功K到了两个人头 还剩一个将仔啊 大招急跑一开 你怎么敢清兵的呀 不过他临死之前清掉了兵线 竟然让他保住了防御塔 我这个出装偏肉一点 所以伤害就不是那么高 走迎着将仔啊闪现了绕个路 主要是趴在塔里让达马给踢了 但就在我马上要追上的时候 被他挂了个减速 急跑还没了 追了将仔啊这么久 达马肯定不能忍 但是就骗你 你怎么敢 没有想到马自哥还是这么的不讲武的 跟光头一起偷袭我 而且我的快乐时光也已经过去了 对面已经出梦眼和制裁了 不过看我这个疑速 661点就问对面谁能追得上 我们急跑小金金有两种快乐方式 一个是回血 一个是长跑 现在回血虽然被制裁了 但是只要跑起来 依旧是没人能奈何的了 将仔竟然跑到这里开的 你不在高地待着 来这里干什么 迂回一下 我去空血大魔 白嫖二连击破 不讲武的马自哥 这次他肯定没了 再次三杀 不过对面迎证将仔 清线太快了 我玩的陈小金带现又慢 高地根本就上不去 必须得先秒掉其中一个 感觉将仔会好切一些 就当着四个人的面切他 对面没有非常能克制我的英雄 所以就算到了大火界 他们也保护住将仔 打魔给了我一脚 但是没有用 一穿五去切人 这就是急跑小金金吗 这一波把对面五个人的大招全吃了 马自哥也死了 队友四打三 没有打播的道理 终究我还是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不过能看到队友推爆对面的水晶 我也满足 我 我擦 这 我擦 我擦 我擦